大家好,今天继续讲问道中医 今天讲糊涂一家给我们一招养护脊椎的方法 其实我们日常的锻炼,跑步,健身也好 很少留意到会让我们养护我们的脊椎 其实这个脊椎对我们的身体的元气本源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脊椎从脊椎走上来一直到头走过来 这一条就是我们的督脉,认督二脉的督脉 这是我们身体的本源 所以我们要养护我们的脊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平时在做手术或者检查什么 轻易不要去动我们的脊椎 经常看到说脊椎抽叶化验这种是千万不要做的 我还记得在男师怀警的书里有一段提到 他的孩子小的时候发烧感冒 去医院一声也查不出来 就让他说让孩子脊椎抽一点叶检查一下 男士可是不同意的 就是回来用他的法子就把孩子治好了 他书中还提到说有一个天分特别好的年轻人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被人记住抽了些叶 结果他说就变得呆头呆脑的了 就是天分完全就不存在了一样 所以男士也是告诉我们 这个基柱呢要非常好的爱护养护的 糊涂一呢其实他这里面教了我们一套操 怎么来养护我们的基柱 他这里都是文字描述的 我就不一一念了 念了呢大家也理解不清 因为我招的这个练了一圈 我发现这怎么是我瑜伽练习中最常见的拜日式呢 拜日式怎么练呢 我这边就请了一个美女来给大家走一遍 你们就知道拜日式是怎么样子了 身体后仰 吐气 身体前弯 背拉长 头放松 头贴近腿部 吸气 两头 腰腰 吐气 头放松 吸气 左脚后腿 左脚后腿 膝盖和脚背在地上 两手放松 重心往下压 肩膀往后夹 吸气 往上看 指尖找地 腹气 腹气 后仰 吸气 慢慢还原 两手 称地 右脚后腿 斜面支撑的姿势 这个姿势加强手腕 肩膀 肌能 如果你觉得十分辛苦 也可以让膝盖着地 或者停留的时间短一些 吸气 身体后退 吐气 身体前推 胸部着地 模仿蛇的姿态 腹卧 吐气 牵额着地 吸气 慢慢抬高头部 胸部和腰部 所以呢 这一套动作 是对这个基柱的养护 是非常重要的 在印度的瑜伽里面 这个白日式 也是每天练习的基础动作 看来他也是养护脊柱的 养护多脉的 这里呢 我再讲一个故事了 实际上我原来那小区里 我女儿的同学 那时候很小嘛 是她的姥姥看她 大概是几年前了 那时候就知道她八十多岁了 八十多岁的人嘛 我总感觉可能是一身毛病了 其实偶尔见面点点头也很少说话 后来呢 后来呢 我女儿的同学了 就随父母搬到北京去了 有一次呢 我带女儿回北京 正好呢 她小朋友也刚从美国回来 在北京 我女儿就想去见见她 我就又带着女儿去见她这个同学 正好呢 她们刚回来呢 只有她姥姥陪着她 她的父母都不在 有一搭没搭的就跟她聊 我突然觉得她八十多岁了 这个耳朵也不聋啊 腰本特别直 跟我想象中的八十多岁的老人的 那种居楼的形象啊 不太一样 所以呢 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她闲聊说 老人家 您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养生的办法 她说没有没有了 但是呢 聊的多了 她才慢慢的跟我说 确实跟着一个比较隐秘的 道家的道派了 在学习一些养生啊 治病的办法 她甚至可以远程帮别人治病 反正那些话呢 听着我也是挺吃惊的 原来还真的有高人 其实走的时候呢 她传了我一试 养生的办法 我很欣喜啊 回家之后呢 就打开她交给我的小视频 去练习 走了一圈 发现也是拜日试啊 也就是前面这一套流程了 非常像的 所以呢 无论是道家啦 还是古印度啦 我们修身的 强身的 主要的办法 看来都是相通的 拜日试 强壮脊柱 老实在为外面的 那不 没想到 你 还能到 试一